各位朋友们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来看今天台北股市继续在公高 中场涨94点 收在15857点 存价量是2300亿元 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谁又欢迎到世大与国际投股 张宇明分析师张老师好 田俊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盘没上刮 展望刚好为您先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的 大盘在盘整23个假日后 昨天拉一个常温帮上来 今天又再度往上突破 但是台积电没有 台积电盘整25天了 未来行情到底如何研判 我想选股这时候还是难度很高 操作上要注意什么 怎么样找到排名上最强的股票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张宇明显然做到了 真的吗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 没错 买进之后攻上了涨停板 这档叫先进光 没错了 好 到了昨天 这个是礼拜一 礼拜一 不错 又拉上了涨停板 盘中触及最高顶碰到涨停板 稍微拉回来一点点 缩盘稍微拉回来 但是已经看到第二根涨停板了 昨天就有粉丝在我的YouTube上面留言 当然我的留言都是开放的 我从来没有把YouTube留言关闭 很多人在里面留言 昨天有人留言 他是这样流的 他说我妈妈问我 为什么跪在电视机前面 因为他跪在电视机前面膜拜 他说张老师太神了 哑光多空 多对 多也做 空也做 所以他怎么样在那边膜拜 张老师是我们的神 是古神 说真的 看他这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就跟他回座 没有啦 我是人而已 没有那么夸张 这是平常心 当然可能你在盘面上 你要看到一个分析师 多也对 空也对 而且都可以赚一大波 甚至赚股票的一倍的 那个太困难了 一般的人都是只会做一个方向 只会做多 所以只要少一个回档 像2020年回档 4482点 很多要赔到脱裤子的 根本看不懂 什么时候要回档 这很可怕的事 一跌下来 全部套牢 套得乱七八糟 所以股票操作要能够多空双下 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困难 好 那我们之后连续大两根停板 今天呢 今天是三月七号 怎么又攻上掌停板锁住了 天哪 锁住了六七线章 那怎么会这么强 所以很显然这档股票 就是最近三天 旁边上最强的股票 就是先进光 昨天大力光有掌停 今天就没有了 所以这三天连续大 看到三根掌停板的 这一档叫先进光 先进光就三天 旁边上最强的标的 也是我们操作的标的 当然你一定会说 张老师你怎么选到先进光的 如果你有这种方法 有这种技巧 那不得了 你选到旁边上 都最强的股票 那当然你的绩效 一定是最强的 这不用花意 好 这是我给特位的扣讯 这是三月七号 今天给的 今天是十点十七分 就发这个扣讯 好 特别会 公二先进光 公上的掌停板锁住了 十点多就锁住了 已经赚22%了 正确是21.8%了 好吧 四捨五入一架 二十二应该是无伤大雅 赚22%大家恭喜 就是我们今天找盘 花给特别会很低通扣讯 你看这样是多幸福 多完美 十点多就收盘了 因为掌停板锁住了 就要每次做 开始泡茶 聊天 所以我们的客户 有时候刚刚跟我 会觉得不大习惯 老师跟你好像没什么事做 每天只要找一些事情 跟老师一起来学学泡泡茶聊聊天 不想要干嘛 十点多就锁掌停了 不是吗 十点十七分就发出扣讯了 十点多就锁掌停了 那锁掌停要干嘛 十五分 十点十五分四几秒就锁掌 锁掌停就喝茶聊天 发给扣讯 十七分 十点十七一大早就 锁入掌停板锁出了 大公信赚22%了 做股票可以变得很轻松 很愉快 很开心 很喜悦 这是大家想要的 可是你可能都还没有得到 当然我们的客户显然是得到 非常开心 好 那李卫斯张老师你有讲吗 有啊 三月三号 上个礼拜有讲 掌停板 有啊 电视画面 我不是跟你讲我进场了吗 不是用事后马后炮的 哪有什么马后炮 张一鸣只有马前炮 没有马后炮 你要在我节目看到马后炮 不可能 因为我从来不会讲马后炮的话 都是马前炮 有没有 的确有讲 电视画面 好 那我们看今天先进光 上柜 陈佳子排行榜 第一名 先进光 陈佳子排行榜 就陈佳量 乘以陈佳价 最有量 有价的股票 就是先进光 第一名 说掌停 最强的这些股票 第一页 陈佳子排行榜 只有一档掌停 叫先进光 因为我说老师 这个我致敬不少 有好几千 你会买那个股票 就是买个 可能十张 二十张就掌停板 然后也买 将来卖的时候卖不掉 你放心 这陈佳子排行榜 第一名 怎么可能会卖不掉 不可能 对不对 没错 上柜里面 只有一档掌停 第一名掌停 叫先进光 请问这是 你会买不到吗 你会卖不掉吗 不可能 懂意思吗 所以一定会买得到 卖得掉 非常开心的股票 好不好 果然没有错 我要告诉你是 赞民不会买那个 没有几十张 你买个三张 就掌停板了 你将来卖 卖给谁 那不是操作 那是鬼扯 好 那我们看多夺六星 三十七号 一档股票 要掌停板而已 先进光 没有错吗 这边还有一档 是上瘾 多头六星里面 涨幅最大的两档股票 一个先进光 一个上瘾 好 那这些股票 这两档股票 都是我曾经 跟你提醒过的 也是我目前会员 正在操作的股票 没错吗 所以我的选股里面 可能都是从多头六星 里面选出来的 我也跟你提醒过 天下五公出少林 股市的标股通 在多头六星里面 就在这里面 没错吗 这档是不是最标的 最近上天最强 就是先进光 所以我跟你讲 是真的 我没有跟你鬼扯 没有错 在多头六星里面 好 那我们再从光学族群里面 今天两档股票涨停满 其中一档叫先进光 16档股票 没有错 这还没跟你讲 就是先进光 没错吗 那果然是最强的股票 没错 很开心 所以我记得 有粉丝问我一件事 他说张老师 你什么时候要退休 会不会参加你 半年后你就退休了 说真的 这种日期是很难预算的 为什么 我记得我刚到股市的时候 刚上节目 那时候我的 阿拉达 然后小朋友的妈妈 就问说 这个张老师 你什么时候要退休 我会想了半天 他很有智慧 他跟我说 你退不退休 不是你决定的 他说那谁决定 观众决定的 如果你都不准了 然后解盘 就是变成在鬼扯 唬烂乱骗了 观众根本也不要你了 也不要跟你操作 你根本就受不到会员了 你在台本上干嘛 每天丢人现眼 老板看你也不顺利 每个人陪节目会 看你也是不开心 你就会被fire掉了 你不想退休 都被fire掉了 所以退不退休 不是你决定的 是观众决定的 所以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这个 如果有一天 我找不到 排名上最强的股票 那我不退休 可能都不行 我都被强迫退休了 不是吗 所以要不要退休 我担心一件事就是 我能不能随时 找到排名上最强的股票 那很显然 我现在不用退休 我找的股票 还是排名上最强的 我的功力并没有退化 不是吗 算是最厉害的 那当然就不用 急着退休 有一天都选不到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被扒来扒去 张老师你赶快退休 不要在那边丢脸现眼的 不是吗 股市是很残酷的 人生也是有时候很残酷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两股票 叫台积电 有人说 台积电 600块以下是老天爷礼物 什么时候讲的 我们看600块在哪里 3月1号 去年3月1号跌破600块 599 从此之后到现在 再也没有占上600块 今天是525 一年以上了 因为3月1号 3月1号到今天 3月7号了 已经一年又6天了 这一年多来 从来没有赚上600块 有人这样讲 台积电600块以下是老天爷礼物 为什么 因为他600块买下来套牢 碰到600块以下安慰客户 不用担心 600块以下老天爷礼物 结果套一年还没有解套 如果我是这样 那我早就要退休了 不是丢人现眼吗 不是吗 这不是丢人现眼吗 这很残酷的 我不敢这样讲 没有依据 因为空头你还说老天爷礼物 鬼扯 所以如果这样要退休 我就觉得应该早点退休了 丢人现眼好不好 更夸张的 这观众跟我讲的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倒是还有更夸张的 为什么 敦泰这样买 已经跌八十几% 到现在还没有卖 还不停顺 已经跌八十几%了 说真的 如果这个事情是我做的 我要怎么去面对 很多亲戚朋友们 很多会员 张老师你股票都没有停顺 敦泰跌八十几%了 你都说你演讲最多人 你丢人现眼 不要脸 我觉得很没有辨识 我不敢这样做 说真的 夸张的事情很多 在股市里面 敦泰去年赔掉股本 当你看到这个新闻 上个月而已 你跌八十几%了 你怎么办你告诉我 最高顶附近 我前一天有讲 我在最高顶附近跟你讲 敦泰转空了 不对 格局不对 我前两天节目有讲 好不好 优秀人跟你聊天聊什么 跟解盘的一样 有时候解盘也是一种 聊天 聊的是股票而已 聊现实 聊格局 聊赚钱 对不对 跟三观不合能聊天 聊什么 聊的是吹牛 我的股票赚了多少钱 我的演讲人数最多 攀比 负能量 自同道合 强强联手 你觉得张老师跟你自同谈 那我们就做好朋友 我们一起来股市里面赚钱 三观不合 顶上相见 对不对 你觉得 人各有志 老师我跟你理念不同 我觉得纪别人最重要 没有比纪别人重要的 只要纪别人 一收创新高我就买 然后买了我都会赚大钱 恭喜你 人各有志 顶峰相见 我们在楼顶上 我们在最高的地方 顶峰再见面 你说你的路 我过我的桥 对不对 对不能勉强 股市本来就这样 是不能勉强的 对不对 都一样的道理 好 选对负议师真的很重要 负议师可以帮助很多 也可以害死很多人 你今天如果说敦泰 哇塞 八成了 疯掉了吗 你如果买台积电 到现在一年都不能解套 600块以下是老天爷的礼物 现在525 一年以上 600块以下 怎么解套 那不是害死一堆人吗 没错 当然还有害死更多的 真的吗 你看这七成八成 对啊 货贵三雄 到最后投资人去做什么 组自救会 这自救会两万六千人 货贵三雄自救会 你看多可怜 长龙阳明 万海的自救会 你看多可怜 跌七成跌八成 这种股票 当然要只自救会 做股票之后 他会参加自救会 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陪伦友每天在讲 你讲一年半还在讲 真的不想害死多少人 真的啊 真的是不想害死多少人 不是吗 所以我们如果说 做到这样 人生是不值得 就算赚到钱 那些钱也是 也是不宜之财 你都害死那么多 你赚到钱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以前 长辈也跟我们讲 叫我们做事 一定要守规矩 要走真道 你不要想要赚 那个没有道德的钱 贺行贪 失得了 我们长辈也跟我们讲 你不应该赚到钱 骗人 然后赚到钱 将来就生病啊 生重病 然后把他钱赔掉了 不是这样吗 骗人贪失得了 我们做事一定要守规矩 这我们就是一定要 没有本事我们就下台嘛 你都讲不对股票 你在那边解盘要干嘛 丢人现眼 不是吗 昨天我女儿来找我 我也是这样告诫她 好不好 好来 那我们再看啊 这个中国 这个外贸啊 吊事成 货柜堆满了 这个海港 整个港都是货柜 韩国什么时候起来 这个日期可能遥遥无期了 好不好 解盘没有诚信 为什么会没有诚信 做不到 股票套好乱骗 那就没诚信 没诚信 绩效都很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不要 人家赚最多 脸比后 吹牛骗人赚最多 解盘如果没有诚信 就是饥饿 结了缘 就是恶缘 那恶缘结果 怎么可能赚 一定亏损 所以我们在股市里面 我们在人生中 我们都要结善缘 我们跟人相处 跟人相遇 就是结个善缘 我跟你相处 我就要骗你的钱 我就要拐你就要骗你 这样 不好 要硬弹失败了 这不好 所以一样 结盘一样 要结善缘 不要结恶缘 那什么是结善缘 把盘讲对啊 赵老师 你每天都讲对吗 我又不是神 偶尔会讲错 但是大姑娘要把他讲对 那讲不对 讲不对就下台 不要做了嘛 你都讲不对 你在台面上要干嘛 丢脸不是吗 好不好 好 先进光 太棒了 什么时候买 三月三号礼拜五 有啊 94块买了 今天114.5 哎呦 赚20块了 头这边 94 104 114 今天114.2 不是赚20块了吗 对啊 不是赚20块了吗 确实啊 没有错啊 头这边 不是20块 0.5了吗 22%了吗 没错嘛 所以你看这样会不会很开心 很幸福很快乐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三天而已 三天 22% 对不对 明天搞不好半个停板 我卖了 你不要乱追哦 搞不好你明天进场 都说我卖掉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股票 有一天把它卖掉了 算到今天就好了 这二十块 一张 两万 那四张不就二十万了吗 我每天讲这个 特别会员 老师 我不是买十张的 买十张 这普惠得好 我也一百张 一百张就是两百多万 三天而已 把它放口袋 一百万 一叠袋 两百万 口袋放不下 一百万就放不下了 所以你看这样会不会很开心 很幸福很快乐 会啦 一定是的 没错 礼拜五暂停 礼拜一 礼拜一 碰到暂停板 掉了一点点 今天工商的暂停板 十一点 十五分就暂停了 口袭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快乐的股市人生 这是我们想要的 要不然你要什么 没错嘛 今天的口袭 这是二十号的 好 保瑞八十二 具有二十 哇 这两张股票一百零四的 加上今天的二十块 哇 一百二十 不适合 如果一次四张 一百多万 一百二几万 如果一百张 一千多万 多开心 多快乐 不是吗 有 上次讲的 没错 认了一天 认了一笔 绩效造假 全而退费 认了一天 当然包含今天 包含过去的认了一天 包含未来的认了一天 只要有一笔造假 没关系 你缴的钱 我全部退给你 这你根本没买 乱骗 没关系 你缴的钱 我还给你 没什么好说的 我不会造假 你放心 我不会拿假的 好不好 那里盘二十四天 今天第二十五天 这二十五天 你看刚刚那些 可能一百多块的获利 你错失一百多块的获利 所以跟对人 真的很重要 跟错人就麻烦 如果你这样的工人 人生会很美好 也幸福 随时能够找到 旁边上最强的股票 随时能够找到 不是吗 旁边上最强的 这三天不是 现金光吗 对啊 如果你能够学会这一招 随时你能够找到 旁边上最强的股票 你告诉我 你还怕过去前 你又不回来吗 你还怕股市里面输钱吗 那很幸福 快乐 这就是这样而已 懂意思吗 所以这招一定要学会 要能够随时找到旁边上 最强的股票 我昨天已经示范过 你可以把我昨天节目 再看一遍 学会这招 天边会出现一道彩虹 一道彩虹 好美丽 甚至天边会出现 两道彩虹 我讲这个很多 不相信 你去乡下住就知道了 我们乡下小时候在看天边 有时候怎么两道彩虹 真的有两道彩虹 我不是看完下 真的有 有时候天边还出现两道彩虹 好 你看我节目几十年了 你哪天看到我优惠 没有 对不对 做对不用优惠 像我今天做到这样 还有优惠吗 班科我赚了很多天 就是最大优惠 还要慧琪送你一个月 不用 够了 懂意思吗 做错 你优惠要干嘛 你都已经害死一队 你还想害死更多人吗 所以结论不用优惠 所以你看我节目那么久 哪一天优惠 不用 不用优惠 认真做股票 把它做对就好了 股市中 这个也贵 那个也贵 从这边 赔钱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不准的最贵 我讲有没有道理 你买台积电 套战那25天了 这25天 我刚刚那股票 可能都是你赚的 哇 这差太多了 懂意思吗 好 分医师把本分做好 会员带好 风险避开 就是最好的优惠 有没有 不够的 我会把它加强 好的 我会坚持下去 这就是 赵云铭的一个 基本的原则 好不好 来 最后的一次 陈一诗 跟对人 陈一诗 跟对人 幸福都来路上 没错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幸福 我们股市里面 要有人劝你 不能乱买 股票转空要避开 对不对 有人教你 赵云铭有教你 我每天节目 原则上都会有教你 也没有 帮助你 怎么样 恭贺你 我们今天有恭贺客户 这就是股市里面 最幸福的事件事 没错 有人劝你 有人教你 不能买 不要乱买 空头不要乱买 有人教你 有人助你 有人怎么样 恭贺你 今天恭贺会 太开心 好不好 散的问说 光学族群如何选 我昨天有没有示范 有啊 示范过了嘛 头子边 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 知道自己 知道什么叫知识 知道自己 不知道什么叫智慧 股市里面有智慧的 怎么样 有知识的很多 有智慧的很少 所以你买了股票 他买台积电 全台湾最好 世界级大厂 他买了 他套了25天不会动 股票没有用 600块以下 有套一年都没办法 600块结套 对不对 好 多多六性里面 现金光最强 还有一档 上瘾 上瘾来讲一下 哎呦天啊 跌67% 如果买就哭了 跌67% 上瘾其实基本上没有衰退 股价跌了67% 股市里面 耐得住寂寞 金额起诱惑 你这段不要乱买 你这段买完蛋 67% 懂吗 不能乱买 乱买是不对的 所以耐得住寂寞 要金额起诱惑 很多利多来 好 利多来了 37% 看上瘾 差点涨了一半 涨8% 那为什么有利多会涨 有利多不会涨 所以你要专业要看得懂 懂意思吗 有没有 这档股票跌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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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档一大堆卖率讯料 乌云噪顶 打下来 翻多了 2月8号 2月8号节目讲 有了 这档就上瘾了 看到吗 买进了 我是2月8号买的 买到现在快一个月了 我有没有耐住寂寞 有啊 我有没有怕 不会怕 为什么翻多了 就不会怕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有没有讲 有啊 2月8号节目 这档股票在上瘾 不是事后吹牛的 讲当天其实我已经买进了 没错 到今天 这段要避开 没避开完蛋 为什么这段不会涨 2021年5月7号 天哪 一年半以上 买进完蛋 起来咯 有没有 有了 没错嘛 没错 都这边 所以要怎么样 要买得安心 抱着放心 卖得开心 这段快一个月了 我抱着上有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慢慢涨 慢慢涨也没关系 今天多少钱了 你看一下 今天是269块270了 高点271了 250买的 20块以上 那我也很开心很快乐 开心 快10%了 中间有震荡 我也不会怕 为什么 打底完成 三千换多了 懂意思吗 文社问说 2020快输十 2023怎么 反败为胜 方法很简单 只有一条路 就是慧玄国 你会买到 这个现金光 天哪 三天上根停板 你买了上瘾 虽然盘了 为什么 打底完什么 看下翻多了 这时候耐心多一点 不是快10%了吗 对不对 同志们 输家盘中很忙 赢家通赢些 还是喝茶聊天 今天10点都收盘了 喝茶聊天 对不对 跟对人 乘以示 跟对人 幸福都要来路上 小小鼠A 2500 6999 这是我大利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上来 记得一定要留下电话 你有留电话 我一定会维护你 跟着我操作才会忽悔 问题是免费的 有关 问题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把时间交给亭卷 好 那么更多操作 来建议广海G 再请赵明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东森粉丝 那一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赵明会尽速 会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要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赵明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回到响迪迷茫 这把时间交给赵明老师 好的 股票操作 到底要看什么 不是看基本面 不是看EPS 要看题材 没有题材 股票是不会动 甚至会跌给你看 有时候营收 没有衰退 股价先跌 像上瘾就是 他营收也没衰退 股价先跌五成 好 那我们看新闻来 今天新闻 2月7号 3月7号来 大陆手机 智慧型手机畅销 前景看 其实智慧型手机很成熟了 利润是很有限的 所以这一块再去做 空间有限了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因为太成熟了 智慧型手机 好 比亚迪市值 挣花了5000多亿 为什么比亚迪 不是大陆电动车最强的 怎么挣花那么多 所以稍微一个回挡震荡 你看电动车 去年上半年 三大大陆厂 未来等等 通通赔钱 所以你知道电动车 也是很火热 但是竞争也是非常激烈 好 小米要开始做电动车了 哎哟 天哪 你看竞争者越来越多 所以未来电动市场 非常这个竞争白热化 主要在哪里 轻能源 往轻能源方向 反而是一个思考重点 我给你方向 你可以注意 包含什么 包含康书 好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提醒 就是Chad GDP 机器人 这机器人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可以自主训练 自我学习 主要是要靠突出 就是所谓互相连结的神经单元 细胞叫突出 突出越多 能力越强 目前是175一个 1751个 人类大概10兆了 但这下一代 现在是在这里 下一代就跟人类一样了 再下一代不得了 人类的500倍 突出比人类多500倍 也不得了 所以未来进化也会大 所以你问他问题 他就可以回答你 而且非常正确答案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全世界的各大厂都会做 你不做也来不及 不行 会被淘汰掉 好 所以我们很多全国大企业 全世界大企业都会做 所谓人工智慧机器人 那这个题材股票在哪里 有啊 01啊 有啊 有讲啊 对不对 今天差点涨停板 一度攻上涨停板 没错了 01 对不对 好 另外再叫什么 叫聚友科 这次我们操作过聚友科 好 联电二营收 二十二个新低 天哪 二十二个新低 股价呢 其实股价高点不是在这里 股价高点好像几个月前就出现了 看到吗 这一段已经领先跌了一半以上了 这个格局怎么研判 为什么这里会跌下来 格局不对就掉下来 目前还在空头反弹 懂意思吗 好 胜大厂怎么样 营收两样钱 文贸八年新低 天哪 八年新低 环球晶呢 这个一月份六块多 前一个月只有0.13 来我们看一下 环球晶跟文贸有没有涨 环球晶 哇 天哪 跌67%了 目前还是非常弱势 这格局还是不对 懂意思吗 高档转空 你要看得懂 时间很早的出现了 好 文贸呢 天哪 跌77%了 目前还在抵挡 你要看得懂这个格局 为什么 格局不对 架构不对就打下来 高手操作 有细放这个还有一条路 有吗 有啊 保胜光啊 我们之前操作的 已经赚了 已经赚11块了 雅光昨天买 掌停板 先立光年新工商的掌停板 抗讯在这里 你看多开心 加上之前的抗讯 投资并 赚82 赚22 今天的已经赚20 22块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功利 这个多开心 20.5 已经多开心 非常的幸福 对不对 没错嘛 好不好 好 文贸说 2020苏时的 怎么反罢为生 很简单 找到对人就可以反罢为生 用对的方法 好 找到对人怎么样 幸福都在来路上 小小鼠A 2500-6999 这是我赖的阿里 你可以搜索加入 有问题发上来 记得留下电话 在里面会快速回答你 现在要停卷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请观众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介分析 居个表达证券 我们不当然就是财务类益关系 东森粉丝 那一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数 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所以你是东森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数回答你